高铁是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也是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 自第一条线路开通以来,中国的高铁网已发展到约2.5万英里,线路总长度足以环绕地求一圈。 中国仅用20年时间就建成了世界最庞大的高速铁路网。 未来,早上从北京上车,两个小时后到达大洋彼岸的伦敦上班,当晚还可以返回北京躺自己的床上休息。 这样的一幕,不是在电影里才能看到不久的将来可能变成现实哦。 因为这个是磁悬浮列车,就是大家说的超级高铁了。 近日,央视记者走进了西南交通大学,将超级高铁背后的奥秘搬上了荧幕。 超级高铁是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2013年提出的超高速管道磁悬浮系统的想法, 在中文语境里指的是Hyperloop,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利用磁悬浮通过真空管道实现快速运输的技术。 中国作为高铁技术的领跑者,早已聚焦超级高铁开展了研究。 在我国,目前形成了三种高速磁浮技术路线,其中就包括以西南交大为代表的高温超导技术。 在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采用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进行超级高铁的研究。 在实验室的现场,一个形似肥皂盒的微型模型悠然地悬浮在由永久磁铁铺设的磁性轨道上空。 这条模拟轨道特色在于其由持久性磁铁构建而成的磁性路径,而那个与肥皂体积相仿的模型小车内部则巧妙地嵌入了超导材料。 随着温度低至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持续注入系统,小车内的超导材料逐渐进入了一种神奇的超导态,随即小车便轻盈地悬浮了起来。 此刻,我正身处西南交通大学引以为傲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国家极重点实验室之中。 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利用我国自主创新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深入探索超级高铁的无限可能。 经过精心的冷却处理,眼前这条实验轨道上的超导材料模型小车已成功迈入超导境界。 为了直观展示其悬浮效果,我们尝试将一张铭片从下方轻轻划过,只见铭片与小车之间毫无触碰,完美诠释了非接触式的悬浮器官。 总台记者陈凯现场为我们解说了这一震撼景象。 高温超导磁悬浮,当它进入超导状态之后,具有一个特性,我们看一下,轻轻给它一个力,它就会在这个轨道上飞速地旋转,而且会旋转好几圈。 如果你持续地给它一个力的话,它就会在这个轨道上保持一定速度不停地旋转,这也就具备了一个交通工具它的特质。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项目负责人张卫华教授介绍,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利用了这样的定扎现象。 小车内的高温超导材料被磁场锁在某一个位置,起到了磁浮交通必须有的悬浮与导向作用。 未来列车如果采用这项技术在经济和节能的同时,也能有效保障列车的运行安全。 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定扎列。 它就好像是用这个力把这个小车定扎在它的轨道上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泡沫模型小车只有不到50克,但是我现在还是使得挺大力去拽它,很难让它脱离轨道。 然后我们左右去晃动它,依然稳稳地吸附在轨道上面,甚至去压它,也不容易让它贴附在轨道上面。 所以说这个定扎力的现象也是保证我们这个小车,不论在360度的任何角度都能稳稳地依附在这个轨道上面,从而保证车辆行驶时候的安全。 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高铁,仅有磁悬浮技术还不够。 科学家研究后发现,当磁悬浮列车行驶时速超过400公里的时候,列车80%的动力将用来克服空气的阻力。 而且空气阻力会按照列车运行速度继续不断增加。 科学家由此想到,如果在真空环境下会怎样? 在实验现场,实验人员推动非真空管道内的小车,它前进了大约五圈就会停下来,而在真空环境下,同样的推力可以让它前进十圈,二十圈,甚至更多。 2021年1月13日,世界首条高温超导磁浮交通工程化样线和首台工程化样车在西南交通大学启用。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项目负责人张卫华向记者感慨道,从最早的小车到今天的样车,我们悬浮能力整整提高了七至八倍,也就是它已经到达了可以进行工程化应用这样一个地步。 这个车现在是按照620公里来进行设计的,现在我们线路比较短,仅能坐到了浮起来,动起来,一旦有一个更长的试验线,我们完全可以坐到飞起来,跑起来。 随后,记者也是体验了一番超级高铁,并分享了乘车感受。 首先,它在行驶过程中,岂不耐一下我几乎感觉不到,因为整个它在运行过程中,它是非常平稳的。 同时在行驶过程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就感觉不知不觉中,这个车辆就进入了行驶状态。 据了解,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目前分为三个阶段稳步推进。 第一阶段使用透明管道和模型小车进行概念验证。 接下来在100多米的低真空白色管道内,速度有望突破每小时400公里。 未来,西南交通大学将建成一公里的测试轨道,试验列车速度有望超过每小时1500公里。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其任务是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以满足中国轨道交通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高铁的每一个精彩细节几乎都是在这里经理论分析,试验验证,跟踪试验而来。 2015年,一位来中国旅行的瑞典人在乘坐金户高铁时录了一段视频。 他将一枚硬币立在高铁的窗台上,这枚硬币稳稳地站立了八分钟才到。 视频在网上迅速火了起来。 这件事情见证了中国高铁创造的奇迹和惊喜,直到今天还在被讲述。 高速列车上的硬币不倒,在于高铁的平稳运行品质。 而这一征服外国友人的品质,得益于实验室的重大原始性创新突破,滚动震动试验台。 列车在高速行驶下受到很多外部击扰,比如风,汇车等等。 在扰动之下要跑得平稳,这就有难度了。 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张伟华曾说,有人在日本试过,没成功,在欧洲试过也没成功,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么好的平稳运行品质。 为了模拟轮轨关系,建立机车车辆模拟运行环境,实验室研制了机车车辆整车滚动试验台。 当初建立试验台,能参考的仅是国外类似试验台的几张照片。 张伟华教授和同事们就四处寻找能制造部件的厂家。 1994年,机车车辆滚动震动试验台建成,开创了我国机车车辆运行模拟的新纪元。 也正是在这一年,实验室开始接受国家试验和研究任务。 1999年,机车车辆滚动震动试验台或国家科技进步奖役等奖。 2003年,和世界上同类试验台相比,改扩建后的试验台成为规模最大,功能最多,技术最先进的机车车辆滚动试验台。 几乎国内所有新车机车车辆都要在试验台上进行动力学参数优化和验证。 在成都有猎不走寻常路的列车,它不走地面而是悬空,萌萌的熊猫车厢装扮却有着不一般的身份,世界首列新能源空铁列车。 在国外列车驱动方式为高压供电的大背景下,新能源的应用和环保是空铁列车的最大特点。 2015年,基于动力里电池技术和悬挂式交通技术,实验室提出了空铁概念。 这一项目,是针对我国城市和旅游景区交通堵塞的社会难题,创造性研发出一种占地少,投资小,工期短,景观性好,绿色环保的新能源悬挂式空中铁路交通技术。 2016年,由西南交大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联合中国中车、中国中铁、潘之花钢铁公司等七大大型国有企业协同研制。 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列新能源空铁在双流成功起飞,成都造空铁一度登上科技热搜。 2013年,美国高铁狂人马斯克提出要建时速1200公里的高铁,让超级高铁的认知度从学术扩展到公众。 在西南交通大学,一条测试时速可达400公里的真空管道高温超导磁悬浮直到试验线正在建设,采用该技术,列车时速甚至有望突破1500公里。 换句话说,中国的超级高铁极有可能在这里诞生。 磁悬浮列车主要包括控制系统、悬浮系统、车辆系统和土建系统等,我们主要负责的是土建系统里的真空管隧道。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燕启祥告诉记者,低真空管道磁幅不仅要把车悬起来,减少轮轨摩擦力,还要保持隧道处于低真空状态,减少空气阻力。 真空度越高,列车的运行速度就能越快。 空气阻力是制约传统轨道交通提速的最大障碍。 如何建造一条与外部空气隔绝的管道,将管内抽为低真空,使磁悬浮列车在低真空中运行,并与地面临接触,使摩擦阻力最大程度削减乃至消失。 如何将管内抽为低真空,降到0.1个大气压以下,非常困难。 现有的隧道结构形式主要是顿购法,矿山法修建的顿购隧道和矿山法隧道,这些结构不经过处理都没办法达到低真空状态。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新的隧道结构,如在隧道中进行管中套管,加新钢板结构等,希望其能实现需要的气密性,并长期保持低真空状态。 西南交大对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的展望中,这种低空气阻力,无接触供电,无接触驱动的新型运输方式,顺时运行速度甚至可高达1500公里每小时。 真空磁悬浮列车只是列车在低真空环境下运行,而车厢内并非真空的,乘客乘坐这种高速的列车也不会有眩运等异样的感觉。 无噪音,无污染,高时速,低耗能等,都是低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的显著优点。 研发超级高铁,任重道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一路虽然很艰辛,好在参与研究人员都希望每一步走扎实。 目前,西南交通大学仍在为我国超级高铁的研发继续创新,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坐上比飞机还快的超级高铁。